那回不回去也不是你说了算的 金凤说得对 还你 你们夫妻俩真是一个鼻孔出气 你气死我 不然你以为呢 虽然你在仙帕村长大 对这儿有感情 可这毕竟是我东昊国的国土 身为一国之君 朕不能就这么走 而且我相信 他们也不会就这么走的 把孩子们换出来 行 长衙 爸 我们商量好了 我们全部都回去 把村里年轻的孩子们给换出来 让他们在山上暂住一段时间 我们会派人定期给他们送一些吃的 孩子们都还年轻 不能让他们陪我们经历这些 担惊受怕的事 我们要回去了 我们要回去了 快来 你回去吧 回去吧 注意安全呀 小心 真的照顾好多人啊 别跑 别跑 不要 怕 我闲了 你快点 你快点 照顾好今天的视频 你快点 如果她 你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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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点 你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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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你对仙趴村比较熟 对 我熟 首先 我们有件事情必须要去做 我知道 我知道 村治里写了 杀牛忌天 请人做法 消除诅证 我亲爱的村长 你能别提那本村治了吗 首先吧 我们得能找到治疗这种疾病的药 这是你的专长了 肯定是你去做 其次呢 要找这个病因 彻底地遏制其发展 这个就是我去做 还有我 孙子 你们看看村子里有谁需要帮忙的 你们去打打下手 还有一件事 这事我可以帮忙 只要咱们千八村有的 您说了 我牛大力一定找到 镇阳那本村治 我就说陛下英明吧 这村治怎么能不提呢 他才是最关键的呀 陛下你等着啊 我马上去去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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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我们也去帮忙了 快去吧 去吧 我也去准备了 好 你该不会真相信那本破书吧 不会 开卷有意吗 哎哟 还有气呢 你一天能探八百回 我这不是担心吗 你现在知道担心他了 你不是挺烦你们家金刚的吗 死了正好 我那是怕他死了以后还要拖累我 说是我把他给磕死的 你看他没气了 你怎么不能死啊 小人死了以后我跟闺女可怎么办啊 有 有气 是啊 是还有气 我估计你再打他两下就没气了 余长雅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敢跟我开这种玩笑 你说你呀 担心自己男人又不是什么坏事 干嘛非得藏着掖着呀 所以啊 活该呀 你找不到老婆 金刚 你别怪我 你要怪 我跟你说你就怪他 他的这个人 我跟你说铁石心肠 就是这个人 你知道吗 没事吧 你干嘛 这怎么伤的 我怎么知道啊 但 但是看起来像是 镊石雷的伤口 被咬伤的 你咬的 昨晚上你们干嘛了 怎么可能 百家宴 这次陛下和娘娘回来 牛嫂特别开心 说呢 那要不然我们就办一场 多年未办的百家宴 百家宴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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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难道说 这酒有问题 你等我一下啊 酒有问题 我们男女啊 那天是分桌的 这男人们的酒呢 是有药草的 劲儿比较大 这女人们的酒呢 就是牛嫂酿汁的桂花稻米酒 特别香甜 这陛下明明说只去一天 这现在都还没回来 该不会出事了吧 早知道 我就申请跟陛下一起出来了 陛下要带也是带我这个侍卫保护他 带你一个厨子干吗 你这么说可不对了啊 出门在外 吃更重要 就你天天那几样 你还会做什么呀 我 送走温神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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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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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温神情况 送走温神 走开 走开 干嘛 他呢 干嘛 走开 什么情况 站住 来者何人 我是御前侍卫素敬堂 好 我是首席御厨柴铁舟 让我们进去 再回 再回 这你也能看得懂啊 这都不用看 村长都跟我讲过无数遍了 那你也给我强调 行 那我给你讲讲啊 这个讲的是 仙趴村的诅咒 相传 在很久以前 仙趴村的女人 受过一种诅咒 在新婚之夜 他们的老公 就会被咳死 受到诅咒之后 这些女人 就会祭天 做法 试图消除诅咒的影响 可是无论怎么祈求上苍 这些诅咒依旧无法被避免 这些男人 还是在七日之后 就会死去 好了 讲完了 就这 就这些 已经把大家骗得团团转了 你不信这诅咒 我当然不信了 要是诅咒真有的话 那这个村的男人早都死光了 那不还有活着的吗 那既然有活着的 大家为什么会相信 诅咒这种无稽之谈呢 你看你这话问的 你这就好比问一个笨蛋 他为什么做蠢事 那不是白问吗 因为他们本来就蠢啊 所以他们爱相信就相信呗 跟他们也解释不通 最后倒霉的都是女人 真的有人在新婚之夜死啊 牛村长的那个男人 就是在新婚之夜死的 那怎么回事啊 你不会信吧 我当然不信 但光咱不信有什么用啊 得让他们不信才行 嗯 再看看 嗯